大家好,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资源分配。 以下内容针对的是无课玩家,大佬可以自行加码。 资源分配一直都是个比较烦恼的问题,无课玩家更是要小心选择。 号令是资源最大的来源,然而在赤金军师加入后,原本就吃紧的资源就变得更加不够用了。 今天我们就来重点的聊一聊,军师、武将、神兵和神兽到底哪个更重要?资源又应该优先用来培养什么? 首先,最重要的资源是武将,至少到赤金三为止,是这样。 武将毕竟是要上场打战的,是所有一切的基础。 武将不强,扛不住,其他东西再强也没有用。 到赤金三为止,魏国主养典围,蜀国主养马超,吴国主养甘宁,群雄主养化雄,总之,先拉满一个五星最重要。 要记得集中养一只,永远比金养来得好。 第二重要的资源是神兵。 神兵和武将一样,是游戏一开始就有的老资源。 刚开始的金神兵,可以说是可有可无,对战局影响不大,非常鸡肋。 这是因为当时金神兵的技能限制非常多,每一个技能发动,几乎都有前置的条件。 这导致了金神兵的作用非常局限。 来到了紫金时代,神兵获得了增强,终于变得更加实用。 也是从紫金开始,神兵有了保护武将的功能。 而实际上,神兵的保护功能,是比输出功能更重要的,这是很少人会留意到的点。 紫金时代是武将秒人的天下,一个比一个暴力。 下一个武将,甚至可以直接淘汰掉上一个,非常夸张。 也正是在这时候,开启了无脑混国的乱象。 只要有新一批武将出现,就是直接无脑混四国。 这现象来到了紫金六更是严重,当时几乎就是在比谁的紫金六多,谁就能赢,完全没有技术含量。 也正是因为当时武将的输出非常高,因此神兵的保护能力,就变得极为重要。 俗话说得好,活着才是输出。 有输出却不经打,两三下就被打挂了也是没用。 因此唯一一个,完全没有保护能力的攻击型神兵,以天剑,早早就被淘汰掉了。 从紫金神兵开始,评价一个神兵好不好,关键就在于其保护能力。 在紫金的时代,只要神兵搭配对了,武将就能有很好的发挥。 到了赤金时代,神兵的地位又进一步被提升,来到了史上最高的位置。 如果不是因为武将需要上场,最重要的资源绝对非神兵莫属。 而官方也维持了其优良传统,坑了第一把神兵。 赤金一,大下刀,是唯一一把没有兵甲的神兵,和以天剑一样,是保护能力最弱的神兵。 但庆幸的是,这一次官方也为武将,加入了保护能力。 所以让保护能力好的武将,用起大下刀还是没问题的。 加上大下刀有其特殊用途,这一次官方真正的做到了,没有废物的神兵,只有废物的武将。 咦?怎么听起来这么熟悉? 到赤金三为止,仍是武将为主,神兵为辅。 武将很重要,但这一次,赤金神兵也确实起到了能影响胜负的因素。 赤金一时代,大下刀搭配马超,让马超有了很强的控制力,和输出回数,进而掌控了战局。 赤金二时代,先一配貂蝉,夏侯渊,能靠扛到最后赢得胜利。 赤金三时代,任意武将搭配李广公,也能使输出大增,变成一个暴力武将。 到了赤金四的时代,神兵已经超越武将,成为主导。 从赤金四开始,最重要的资源是神兵。 一个五星高顺,零星空同印,对战一个五星空同印,化尽零星高顺,搞不好赢的会是零星高顺。 神兵培养方面,大下刀作为过渡神兵,特殊用途,可养可不养。 先一作为最硬的神兵之一,前期可帮助你赢得胜利,后期可保第三核心,练起来并不亏。 李广公作为前期唯一的输出神兵,伤害爆炸。 但之后会被空同印取代,练不练就看个人,毕竟三核四太接近了,平民建议直接空同印。 来到赤金五,则是主空同印,复盘古斧。 第三资源是军师。 军师是赤金才加入的资源。 他的优势是无血量,可以持续全场输出,而且也提供了很多永久性的属性加成。 军师的阵法、兵法、被动,这些都额外提供了很多加成。 其中还有最高级的至尊增减伤。 军师特权和成长,也可以提高特定玩法的产量和伤害。 总之升了就绝对不亏。 军师的伤害,在结算时看似不高,但在战斗中,却经常可以打死人。 军师也可以作为第三输出来使用。 由于军师不需要担心,扛不扛得住的问题,因此养一个军师的成本,也比养一个武将便宜得多。 武将养两个就够了,第三个就养军师。 军师里,比较推荐的是陆逊和贾许,优先升满这两位。 在陆逊出来前,军师弄一个出来开图件就好,资源可以先花在武将或神兵上。 等陆逊出来后才开始升新军师,当然长久来说都是要升的。 对于平民来说,军师已经取代了翅膀,成为增加永久属性的首选资源。 翅膀后续需要的升级资源实在太多了,而且还分几段进阶,太坑了,平民已经养不起翅膀。 军师升新,优先升到三星开兵法。 平民可以先用资源比较容易拿的马梁、张昭和张角的兵法顶着。 号令资源,则直接升陆逊到五星,拿至尊增减伤。 等平民升满陆逊,下一个卫国军师应该也出来了。 所以贾许暂时只开图件就好,到时再看哪个军师好,就升哪个。 最后一个资源是神兽。 神兽也是个老资源了,一开始的红色神兽,几乎全是攻击项的,而且伤害也非常逆天。 打死对面一个武将,对面出来一个红牛一状,反而是自己死了前排。 游戏也因此有了一个称号,神兽三国制。 来到金神兽,官方收敛了神兽的伤害,游戏也总算是回归正常,变成以武将为主。 金神兽的技能可以说是十分全面,四只神兽的功能分别是,治疗、攻击、控制、辅助,非常平均。 每一只神兽也都很有特色,这时游戏里的技能还没有那么杂乱,神兽的技能,对战况还是很有影响的。 来到紫金神兽后,神兽的技能开始倾向于治疗、保护武将。 但由于技能比较一般,而如今场上的技能又非常多。 这时的神兽,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。 紫金神兽,虽然在数量上是史上最多,但重要性,却是史上最低的。 六只神兽里,只有皮修、火牛,和白泽比较有用。 来到赤金神兽后,由于神兽的出场次数增多了,整体表现也好于紫金神兽。 之所以还是将神兽放在了最后一个,也是因为它无法像其他资源一样,每回合都发挥功效。 这里就说到了一个重点,判定一只神兽好不好用的关键就在于,它有没有一个能持续全场的技能,以及那个持续全场的技能,究竟好不好用。 玄武和白虎,是其中两只,能满足以上条件的神兽,也是最推荐升星的,平民只升这两只就好。 好了,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,有什么疑问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询问。 感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